做一個切西瓜的動作 做一個超捷徑的動作 我就看你怎麼選擇 起步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直走 你也可以左邊走一個那個什麼 超捷徑的部分 再看你怎麼選擇 那這邊看來 大家都走一個比較穩定的部分 欸 有 我們的星骸小藍絲走我們捷徑的部分 成功拿下地面的位置 頸椎在後是我們三國車隊的雨滴 不過這段是我剛剛所講的一個比較偏尾流的地圖 所以沒關係 呃 這個的話 路線有點掌握比較不好 好 這邊切一個西瓜 那這邊的話 盧夫 看看我們三國車隊的選手 他們要如何逆轉這個戰局呢 其實 這個局勢要逆轉的話 他們的第四名 雨滴是相當關鍵的一位選手 要由他來去突破老司機這邊的防線 不過由於另外 另外兩位三國的選手有點太遠 所以 就算他 雨滴上去的話 好像也與世無補的樣子 對 沒錯 那這一張賽道 其實我們團體賽不是自己跑第一就可以獲勝了 你每一個隊友都很重要的喔 除了第一名位置以外 我們中間名次位置都很重要 那這場可以看到雨滴一個人在打四個喔 哇 這這邊走到我們中間的施速區 在這一張賽道這麼吃尾留一個比較簡單 喔 這本想要做一個獵子 直接失敗了喔 哇 這個 我們的雨滴是成功躲掉我們那個風暴的獵子喔 哇 雖然這邊獵子失敗 不過這邊的話 我們那個三國車隊 我們六七八米的位置還是有點遠了 哇 這邊被卡住了 哇 這邊跳跳跳 火力送這個助攻 是順利的將我們雨滴車手給擠出去了 哇 這 有點有點太過分啦 這個獵子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我們的 老司機車隊目前佔據一二三四名的位置 究竟能不能以完全勝利的姿態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呢 還是我們的貓貓車隊 貓貓車隊 貓貓三國車隊的貓貓能夠 拿下第四名呢 不是貓貓車隊的三國 是三國車隊的貓貓 不過這場 還是恭喜我們老司機在我們第一場 巴西F1賽道 就成功拿下了一個 完全勝利的姿態 以1比0的比分暫時領先 我們魯夫 對於我們這場賽道 有什麼感想呢 這場其實就 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 他們